今天我们来学一个新的成语,成语若燕的典故吧。 在春秋的时候,有一个叫做西施的美女,她每天都到西边去换杀。 其中的鱼看到西施,觉得自己长得比西施丑,都会羞愧得不敢浮上水面。 全部都沉到水底去了,汉朝的时候也有一个美女叫做王昭君,她要初赛去嫁给藩王的时候,天空飞过的大雁。 看到王昭君长得那么漂亮,都惊讶得忘记该怎么飞了,全部坠落到树林里面。 后来大家在称赞一个女人长得很漂亮时,就会说她有沉与落雁的容貌。 一剑之沉入水底,燕剑之降落沙洲,后来引申为陈鱼落雁这个成语,形容女子容貌非常的美丽。 你学会了吗?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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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